冲锋 一团 敌人没有发起冲锋前 先不要多开枪 限远子弹 你先注意敌人行动 是 二团阵地 敌人前进了多少米 报告市长 敌人只在原地上开枪放爆 并没有前进 他们来了这么多人 只要一个冲锋 我的阵地就够强 为什么不冲锋 这里有名堂 赵姐 你的命可真大呀 你的腿伤手术后 现在已经好多了 这么重的伤 要是换了别人 怕是早就不行了呢 要是换了别人护理我 我可能真的早就没命了 谁能像你这么尽心截裂 你救了我 赵姐 赵姐 其实真正关心你的人 不是我 是于姐 于芳琪 你跟她什么关系 我跟于姐比亲姐妹还亲呢 日本医生给你用神经药物 让于姐把药给换了 不然你会更早醉的 你要不要见一见她呀 千万不要 让她离我越远越好 武警长 武警长 走 你出去 医人需要我护理 走 姑娘 没事吧 怎么样 你别动 赵女士 你回复得很快呀 我们把你送到北漫最好的医院 不然 你现在恐怕就不再认识了 我说过 你的生活会很美好的 这回你相信了吧 我一直都相信 我们中国人 会有美好的生活 但前提是把你们先赶出去 你错了 我们来到中国 就是为了攻减王道乐图 这么大好的事情 你们去对我们误解 府顺的平顶山 有三千老百姓死于机枪之下 大黑山的老少妇如葬神火海 柳河县白家府 惨案制造了无数冤魂 这些不是误解吧 那都是土匪的国事 如果没有土匪 我们也不会杀人 有些平民受到波及 这也没有办法 应该理解 反抗你们的侵略 倒成了土匪 在别人家杀人放火的强盗 倒成了救苦救难的菩萨 真会颠倒黑白 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说 叫无耻 赵女士 我看在你是知识女性的分上 我特别不想对你动粗 也反对把酷刑 拥在你瘦肉的身体上 但是 你一定要听我的倦解 我是很讲道理的 你不想听一听吗 道理 那我倒是可以跟你讲一讲 其实游巨队这种绽放 军队很难分清 哪边是平民 哪边是无赚人员 这才招成了对平民的伤害 你知道美国的南北战争吧 为什么不像李将军学习呢 我敬佩你的学识 可遗憾的是 你鱼目混珠 美国的南北战争 本就是北方为了废除奴隶制度而发起的战争 作为南方统帅的李将军 他本就是非正义的一方 他选择投降 那是弃暗投明 更何况 那是人家本民族之间的战争 是人家的家里事儿 而你们 是一群闯到别人家里来杀人放火的强盗 你敢说你是正义的吗 我倒是可以给你一个建议 如果可能的话 你带领一支日本军队到美国去 看看李将军是否会投降 你只知道李将军 不知道还有一个美国人 他叫帕特里克亨利 他说过一句话 不自由 勿宁死 我希望你能记住 我不是来听你教训我的 你选择死 没那么容易 你说 还是不说 强迫别人做人家不愿意做的事情 这都是隐瞒人的行情 负责审讯赵一曼的日本军官大爷 为了获取所需情报 一边以药物治疗维持他的生命 一边卵硬兼尸 使用非人的酷刑和心理战术进行逼供 每次审讯赵一曼总是坚定地说 你们不用多问了 我的主意就是抗日 正如你们的职责是以破坏抗日 逮捕我们为目的一样 我有我的目的 进行反反抗日并宣传其主意 就是我的目的 我的主意 我的信念 打 谁你打 打了他 打了他 往山走路他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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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人来了 快点掩护 头 ć 蛹 这 这 报告 好 武警长吗 是 警长 总指挥官 我回来了 赵阳一曼怎么样 太难查了 说好听都不听 来应得也不行 刚长好的伤口都让我踹眼了 人都疼灰死过去了 就是不张嘴啊 要我说 把他毙了算了 你还能做什么 是 总指挥官息怒 要不然我再回去口问 你问他什么 我 赵尚志在哪里 李赵霖在哪里 游记队友在哪里 现在问这些问题 已经没有意义了 我们可能 比赵一曼 更清楚赵尚志 流传到哪里去了 可是我们找得到他们吗 我们捉得到他们吗 这种没有价值的口问 只能说明你不能 是 像赵一曼这样的人 他活着 非常重要 他必须向我们大日本帝国低头 这就够了 要一个共产党的政委 供出他的同事 他会有负罪感 但是 只要他表示悔过 不在抵抗大日本帝国 这就容易多了 明白了吗 明白 让他好好养伤吧 是 小卫卫 小卫卫 你哭什么 他们怎么能这样对待你 刚刚见好的伤口 这次更恶化 你这最近怎么受 走 走 结合杨靖宇给一师的信 报告司令 结合杨靖宇给一师的信 看看看看 杨靖宇上套了 命令 回宫老徒顶的一团二团 只留下一个连进行阳攻 其余的 马上赶到黑鹰嘴埋伏 是 一团 二团 跟我来 是 少本梁 果然撤走了部队 我们突围吧 再等等 军长输了 十点钟准时 再帮水带集合 然后好牵着 少本梁的皮子走 好 放弃 大姐 你怎么来了 我是医生 可以来看病人的 这门口的警察 也没拦我呀 咋又把人给打成这样 我都还没有完全装好 这次又断 靖州怎么样 他已经能在别人的帮助下走路了 你放心 我一定要治好他 别告诉他 别告诉他我现在这样 他现在好激动 我还没敢跟他说呢 好好照顾他 也好好保护你自己 千万 千万 记住大姐的话 大姐 你好好休息 一定要好好休息 我给你用最好的药 别再来了 面的警察怀疑你 余医生 你可以多待一会儿 安慰他一下 我只是医生 尽我医生的责任 余医生 我看得出来你们是朋友 他这个时候是需要朋友的 我不认识他 余医生 我知道你在提防我 我是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我是不会去告密的 是 是 杨静瑜怎么还不来 他的亲笔信说 十点钟发起攻击 亲笔信 亲笔信 我的亲笔信是假的 他的亲笔信 会不会也是假的 这要是假的 我又白麻烦了 哎呀 也让身边这几个小鬼子 笑话呀 这可怎么办呢 哎呀 放开 放开 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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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杨静瑜已在 已经在老土顶顺利突围 我一团二连 全体杀身成人了 杨静瑜呢 杨静瑜和医师 在望水台会合 向观景团逃窜了 上当了 给我追 给我追 弟兄们 调传码头 给我追 他就是跑到天边 别给我追他 快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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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告诉大夫 把一些没用的东西 放开 把一些没用的东西 把这些没用的东西 放开 放开 快追 快追 沿路扔下线 明白了吗 我明白了 走 快 走 那后边没用的 全都扔了你们身上 就 没啥用的都扔了 哪有多沉呢 等一下 等一下都扔了 什么人大家也扔了 对 这个 这个也扔了 快 笑一个给大姐看看 小妹妹 你笑起来 真好看 大姐却喜欢看你笑 姐 不许哭 不许再哭 不许再哭 看 杨敬宇所部扔下的东西越来越多了啊 杨敬宇现在已经是溃不成军了 你看看 连胃脑袋的锅都扔下了 能这么肯定吗 肯定啊 虽然杨敬宇耍了点花招 把历城县的医师给救出去 可这些日子 咱们穷追不舍 他们连喘口气的功夫都没有 够他们讲 看着吧 消灭杨敬宇的日子 指日可待 就是不远了 那就继续追 追追追 弟兄们 多往死里追 不能给他们有喘气的机会 追 追所 追 追 快 追 实际上 你的师父 没有 担 Director 努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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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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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 告诉大伙 一时向左 二时向右 爬到山顶就地埋伏 是 是 二时 走 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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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准备好 知道咱这几天 走了多少里路吗 咋不知道 一千多里路呢 也不知道 咱走还是不走了 不走了 在这儿 就是我们给邵本良送葬的地方 大家原地隐蔽 隐蔽 隐蔽 那这儿 你准备好 他们也准备好 要准备好 你准备好 你准备好 乃 这次 我们可不要再去打溃 不愧 你们准备好 你们准备好 让你会活 你准备好 腰腿走路都累得腰酸腿疼 他们两条腿在前面跑 不累死也得吐了血 这么高的山上不去 可是杨靖宇他是个憨匪 我们不能用平常人的眼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肖本梁锁部已经全部进了我们的包围宣了 发信号 是 等一等 这一次一定要重点叮嘱肖本梁 绝不能再让他跑了 明白 儿养 杨靖宇 合 不准备 走 快撤 松阳靖鱼埋伏了 冲哥 不要让上我们来逃了 冲哥 冲哥 投啊 兄弟们 不开张 住本打 住本打 我投降 冲哥 过来 那是你们掌官吗 这不是我们掌官 这是她的替身 那她跑到哪去了 我也不知道 她受伤跑了 掌官饶兵 他管饶命 没事 真的邵敏良跑了 这是个假的 足迹找找那个邱田的尸体 是 要是这个日本鬼子死了 我看邵敏良就是跑回日本那儿 也不会有好日子 奋斗找找 是 无法挑担任 呜 呜 啊 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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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十也 运也 命也 命也 怎么样 伤口痛吗 伤痛能忍 心痛 咬命 伤指导官 我也想找你报告 我为啥会全军覆没 朕都怪秋天大佐这颗顾问 我说有埋伏 他竟然下命令逼承我走进山谷 你看看 这才中了杨婧玉的轨迹 总之道官 我请求 将秋天大佐刁离我不 我敢保证 一定能歼灭杨婧玉 一定 一定 秋天军 确实没有你那么多的算计 到日本黄军 也不会找一个人替自己去死 他已经遇碎了 不要再提他了 向秋天表示哀悼 好了 好好休息吧 我不要上来 邵本良带着一身伤刚到奉天 就被送进了奉天陆军医院 实际上就是将他软禁起来 既不许家人靠近 也不许部下探望 奉天日本宪兵队命令日籍医生 将邵本良堵死在医院 邵本良这个曾经夸下海口 由我邵本良 就没有杨婧玉的民族败类 终于彻彻底底输给了杨婧玉 他卖国求荣 李英落个不得好死的下场 不好意思 给张总 Educator 读张 斯隆 应该吃药了 我没病 我知道 你们 你们要干什么 干啥 吃药 我没病 吃药 我没病 没病 安静再吃药 我没病 你们要干什么 别这样啊 我还要找杨婧女 你们不能这样对我呀 不能这样对我 不能这样 这帮小鬼 怎么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决定 撤销满洲省委了 对 要分别建立 北满 南满 极东等四个省委 执行中央的精神 满洲省委撤销之前 下发了这份文件 要各地在新的省委 没有建立起来之前 按照实际情况 独立 自主地开展工作 极东 周保中那儿 传达到了吗 这消息 首先就是从极东那儿传来的 省委的李书记 他也在那儿 准备回关内了 极东的周保中军长 正在筹备建立极东特委 这就是说 新的省委 要在各地自己筹建 中央部派人来了 对 中央就是这个精神 可是我们背板怎么办呢 赵上之军长又不在 我从极东过来时 路过了下江地区 已经把这个消息传达给了赵军长了 他建议你尽快去汤圆 在那里研究六军进军 同时也研究新省委的建立问题 好啊 我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 以东北反日联合军领导人的名义 发表了 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 要求废除东北抗日军 一切不同的名称 一律改成为东北抗日联军 好 废除东北抗日联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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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快 快 1936年1月 中共满洲省委撤销 随后中共南满 吉东和北满省委成立 各领导所在地区 东北抗日联军 坚持抗日游击战争 和抗日游击区建设 2月10日 统一改为东北抗日联军 各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 随之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东北抗日联军 是东北人民抵抗日寇的主力军 东北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 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三三九 收剧 什么案子 我看 那像 像是游击队 一个女的 掌力也不重 还能干那个 你认识他 我认识 谁认识他呀 我认识 这么休息地到这里 那就算完了 那不一定 那不一定 要真是共产党 兴许可能有横幻 有的哭得是 除了 治愧 治愧 这一带是木丹江崖岸的 主龙沟地区 翻了这座山 就到木丹江了 这么说 四军里沿路就在这一带了 是 刚才我问了个老乡 他也说在这个位置 看起看连部队了 近在眼前 远在天边 走不动了 掀一下 养地休息 团队 养地休息 团队 养地休息 队长 咋 看你自己有什么心事啊 要啥心思 你不知道 自当你从竹河回来 我就没睡好个觉 我最近是不是有什么 做得不对地方了 你该批评我 你就批评我啊 你别什么事就憋在心里 你这样容易变坏身子 你说你个大老爷们 撤退还让人家赵一般掩护你 您摆着胸多技少 我那不担心吗 我也想掩护来着 可赵大姐她说什么也不干 我见不过她 行了行了 你说这话我信 大姐是老党员 在这危难的时候 她绝不会退下来 没见过这么好的人 可我总觉得这次 她够呛 来 我回去接打行不行 把腿给我拉好去 那那行啊 你不是让李肇林和四军会合 你们一起去汤圆吗 那现在李肇林肯定和四军军长李延路 在那等着你呢 你的分析 李肇林和李延路见面了 那是肯定的 李肇林办事不忙 那是真稳的 是 他们在等我 让他们多等两天 叫这么低 我回去 前两嘴 往中央翻车出发 说好的事你这样不行啊 没什么不行的 你知道大姐的消息 我连饭都吃不下去 前队变后队出发 那是什么事 那是什么事 李肇林 人们来个世纪 二人堂堂 大日本帝国的朝鲁 但只会不圆形她 我认识不认识不认识 我认识 我认识了 指導官 讓我做 沒有 如果她是女人 一定會有弱的地方 我會去 是 沒有 我會去一人 我會去一個 給你照顧嗎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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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女士 我不得不佩服你的镇定 这是一种很了不起的素质 在这一点上 如果我们不是处于敌对双方 我一定会非常地敬重你 你是一个了不起的女性 但是遗憾的是 我们现在不能再谈这些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你是我的一个囚犯